海贼王官方宣布 动画将停播至2025年4月再开 好家伙 在今晚的海贼王官方重大发表特别直播活动中 官方宣布接下来动画的一系列动向 首先就是下周10月20日 动画不会更新1123集 而是会播出25周年纪念作品 One Piece Fun Letter 改编至官方外传小说 故事将以一名纳美的小粉丝来展开 从海贼世界的普通人角度 看草猫一火的故事 从放出了预告来看 画风相当清新 制作阵容也是神仙级别 有之前参与过多个动画神回的十股会 出任监督 森家又负责角色设计和作画监督 值得期待一下 然后下周10月27日 未来岛片的动画将会开始停播 直至2025年4月恢复 官推在发布时 给出了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理由 为了追求更高的品质 具体更多信息 要到12月份 Jump Festa活动中公布 动画组目前的工作并没有停下 依然在继续制作 未来岛片决战阶段的剧情 看来海贼王官方 终于意识到了目前更新节奏的问题 海贼王动画被吐槽水剧情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症结很大程度在于更新节奏 在海贼王动画刚开始播出的25年前 那个内容相对稀缺的时代 动画周更节奏 可以尽可能提高内容功绩 也是商业价值最大化的选择 然而25年过去 目前还在保持年番和周更节奏的动画作品 已经屈指可数 时代是真的变了 在内容数量过饱和后 只有质量才能杀出重围 在这个一季翻回主流的时代 质量方面已经卷到不行 而海贼王动画早已相形见处 为了继续保持周更节奏 等于自己给自己限时的功期 每周都在玩生死实现 最后还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 将人手和精力放在一些重要的剧情中 而一些普通剧情就简单制作 我不想用草草了事来形容 但那真的就是一眼能感觉到的区别 海贼王动画也就此出现了 偶尔神辉的奇妙观感 背后是制作主的挣扎 人就那些 时间也就那些 但每周都要交一张打卷 如此循环日久 最后就是海贼王动画口碑的逐渐崩坏 毕竟单靠几机身辉 无法挽救大局 海贼毕竟是长篇连载啊 今年霸权社宣布重制版动画消息师 大家那高涨的热情和期待之 就应该给动画主提个醒了 海贼王这部动画不缺剧情 不缺经费 也不缺制作主实力 只是缺时间 但是观众不了解 也不需要去理解这种区别 作为观众 我们只看结果 并为结果买单 动画只要好看 观众自然会用脚投票 改变更新节奏 我认为是海贼王动画 迈出的正确且必要的一部 从10月份到明年4月份 多出来的这半年时间 制作主这次可以好好沉淀了 据说复播后 更新时间也会有所调整 我们也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未来老片最高潮的部分 神之谷 大雄回忆 草帮团大战无老星等等 好消息是 这些很期待的场面 这次都有保障了 在停播期间 官方也准备了另外一件礼物 10月27日将播出 语言导片升级版动画 剧集长度将会从原来的58集 缩短为21集 加入部分语言化修正 和新的摄影处理 官方发布了一段 新旧动画片段的对比 感觉人物线条更加细腻 观影明暗对比 根据现代风格 老动画那种塑料感打光 少了很多 整体观感提升了不少 加上重新剪辑过的剧情 应该会更加精烈 贴合漫画的节奏 四射五入 可以叫语言导片换新版了 官方对这个项目还挺重视 发布了全新的视觉海报 还有一首新的片尾曲 有比FIRS演唱的Selling 诚意有了 如果这次语言导片 升级版动画 获得大家喜欢的话 也许其他篇章 也会迎来类似的幻星 加上霸权射的重制版动画 海狗王动画 感觉是真的好起来了 不知道你对这次 海狗王官方宣布停播的消息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我是猪耳本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